他说自己是中国南兰队失败的领袖 但从姚明手中接过大气之后 一扛就是失念 他说自己性格内敛不讨人喜欢 却又吸粉无数直逼的NBA修改规则 他是中国大前锋位置上永远的神 也是CBA当之无愧的历史第一人 他就是移动的长城易建联 这位成熟的领袖小时候 居然是一个到处惹事儿的孩子 三岁时他就学会了 怎样把家里的电器弄得四分五裂 四岁时他就把邻居家的孩子打得跪地求饶 终于进入了幼儿园 他这又成了让无数老师头疼的破坏大王 可谁能想到 随着年龄增大 易建联却变得越来越自卑 因为他实在是太高了 年仅10岁就长到了1米80 易建联成了童年人口中的豆芽菜 在学校里几乎交不到朋友 庆幸的是篮球给了他最稳定的陪伴 他的快乐与忧愁 都会在运球和投篮的时候大声喊出来 看到儿子如此喜欢篮球 父母却不太想让易建联走体育这条路 在他们的观点里 儿子就应该好好念书 考大学 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热爱哪能被轻易阻止 1999年 陈高爆灯了1米94的易建联 瞒着父母参加了深圳市举办的3位赛篮球赛 虽然实力寻殊 他和伙伴们一上场就遭到了对手的爆锤 但易建联出色的身体天赋 却让在旁边观战的戴一新教练 看得两眼发直 他发现了一个天才 迫切地想要看到少年在职业赛场上驰骋的样子 可戴一新教练的第一个难关 便是要舒服易建联的爸爸妈妈 红卫运动员出身的父母 深知职业运动的奸细 当面就拒绝了就练的邀请 但在这个改变命运的夜晚 一向沉默果然的易建联 居然拉着父亲促膝常胆 在那句 爸爸我想打篮球的央球生下 父亲还是选择了妥协 而母亲刚是刀子嘴刀腐心 在易建联临走前的一天 他不过招车劳的 穿门跑到了香港 只为给儿子买到48码的篮球鞋 在那个平均工资不足1500的年代 母亲直接豪至5000块钱 一口气买了六双 但是才进入深圳体校的易建联 却表现得让人十分失望 前进400米的跑道 他居然连一圈都完成不了 空有一米94的身高 跳起来却只能摸到篮框 还好戴一新教练看在眼中 记在心里 他马上就请来了 广东红远俱乐部的清训负责人 并且专门为易建联设计了一套 系统的训练方案 就此 他的任督二脉被彻底打开 经过了一年的训练 易建联进步神速 成功入选了广东红远青年队 但在这里 他却犯了一个任何职业运动员 都不敢犯的错误 易建联学会了抽烟 爸爸非但不生气 还奖励了他一部手机 只见看似三观不正的事 背后却藏着一位父亲 对儿子深沉的爱 13岁的易建联天赋一鸣 在深圳底下仅仅训练了一年 随被广东红远青年队选中 成至青春期 又远离父母的管教 此时的易建联居然偷偷的学坏 有一天 阿联的父亲突然前往俱乐部的宿舍 看望儿子 可他一推开门 一股浓烈的烟味便扑鼻而来 当和阿联说话时 他又发觉自己的儿子支支吾吾 不敢用正面对着自己 父亲明白 自己的儿子可能学会抽烟了 但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简单的叮嘱过后 便离开了宿舍 第二天父亲又前来探望 易建联则心虚不疑 也为自己抽烟的事情穿帮了 万万没想到 父亲居然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部自己朝思暮想的 最新款手机 也竟然满心欢喜地接过手机 却发现上面竟然还有一个挂锥 而这个挂锥 则是一直燃了一半的香烟 聪明的阿联哪能不知道 这是父亲在提醒自己 千长折职 从那以后 阿联再也没有抽过烟 而他的篮球之路 也将会迈向新的台阶 2002年5月 他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的 ABCD中国区训练营中 斩获MVP 成为了唯一一个 能赴美参加比赛的中国少年 7月份在美国新自习的训练营中 他不仅拿到了蓝板王 还力压参训的 200多名天才少年 综合得分高居第五 一剑联的表现震惊了世人 ESPN还特意为他写了一篇专文 称它是未来的国际巨星 但真正让一剑联在国内 声名大噪的 却是这场NBA的生死战 22-03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轮 广东宏远对阵 北京首个 如果广东队赢 他们将获得队史上 首个常规赛冠军 而北京队赢 才能稳住季后赛的席位 两队寸土必争 杀了昏天黑地 在杜芳和鸡神都被罚下场的情况 年仅15岁的阿联 连维寿命 在加世赛替补登场 而一上来 阿联就展现了自己的侵略性 尽管被对手打出鼻血 他还是硬生生的抢下了 关键的前场篮板 这可惜 一剑连前三次罚篮 均为能命中 但在第四罚投进之后 最终一剑连在加世赛好取13分 帮助广东宏远 拿下了队史上首个常规赛冠军 但这仅仅是一剑连腾飞之路的开始 第一个赛季 斩获最佳新人 第二赛季 随队夺冠 并入选中国南篮 在下一个赛季 刚刚18岁的一剑连 就成为了CBA历史上最年轻的MVP 第四个赛季 他带领广东拿下四年冠的同时 也捧得了总决赛MVP的奖杯 仅仅四年一剑连就斩获了CBA的大满观 但苛刻的球迷 却给他定下了一个更加苛刻的目标 禁军NBA超越妖明 亚洲人体测数据的天花板是什么样的 一剑连或许能给出答案 身高2米12 臂展2米23 腿中虽有223斤 但他的体质率却只有惊人的4.6% 珠宝弹跳90公分 最大摸高能3米70 同样一剑连的速度在大前锋位置上 也可谓出类拔萃 100米达到12秒左右 参加NBA之前 球探在选秀报告上给一剑连的总评分 就高达94分 但他并不是完美 除了身体贴富优越 终结能力出色之外 一剑连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其中就包括了球场上位置模糊 上半身力量薄弱 出手较慢的毛病 不过NBA却对这位亚洲筋肉人期待十足 他们给一剑连的选秀活板 是成名已久的狼王加内特 和新锐中锋保罗加索尔 但在07年的新秀视讯中 一剑连却遭到了全美的嘲讽 当时经纪人费根 为了让阿联保持神秘感 居然拒绝了所有球队的视讯要紧 主要让那些球队负责人们 来现场观看阿联的无对抗训练 而这所谓的无对抗训练 就是让一剑连在一把椅子的防守下 完成运球和投篮等技术动作 如此的新秀视讯在NBA历史也算是头一回 当然 这一迷之操作也遭到了许多球队管理层的不满 一剑连非常忙 在面对椅子的情况下还能稳稳命中 就此 阿联还未进入NBA 就被经纪人败光了所有美国球迷的好感 甚至有了椅子人 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绰号 但这并没有磨灭 熊路追逐一剑连的热情 咱们用手中的六号线 真像了这位潜力无限的亚洲小伙 可是那个坑比球帝的经纪人 却又跑出了左腰 在选修业构后 叶剑连的经纪人和熊路管理层 居然限度了长达两个月的冷战 经纪人费根甚至公开表示 熊路不是阿联的归宿 他更需要一个阵术契合 华人居多的城市 好在熊路对诚意十足 甚至连总裁赫博克尔 都亲自写信给阿联承诺 会把他排养成套机巨星 几番不久之下 叶剑连终于在米尔沃基登陆了NBA 可他最初的表现 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手袖九分 第二战首发出场 却只得到两分 这让本就对他没有好感的 美国球迷们讨讽更深 可在适应了一个月之后 叶剑连变用实际行动 征服了所有人 12月22日 熊路迎上山猫 叶剑连一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 内线上篮 外线跳投 打得山猫中将们 毫无招架之力 尤其是抢断奥卡夫之后的 悲声爆扣 寂静四座 前12次出手全部命中 不仅然叶剑连赢回了 美国球迷的尊重 也创造了熊路的对史记录 并且至今无人打破 最终阿联全场17投14中 看下29分10篮板的同时 还帮助球队 以103比99赢得胜利 但一点点给全世界带来的惊喜 还远不至此